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让沙翁在都村 提出汤贤祖与莎莎比亚其苦相当 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 1591年初秋 南安府中走进一位满面潮池的中年人 在后花园中反复夺住 这名中年人就是当时已被贬着的汤贤祖 此时的汤贤祖42岁 正因在半年前上奏了一本《论府陈科陈书》 触及朝中权贵 被贬至徐文伦为小利 那么为何汤贤祖会在空无一人的府衙后花园中漫步 原来他读过一本关于杜丽娘的小说 小说主角杜丽娘 曾在后花园中与心上人幽贵 后来事发 被父亲管进失去自由 杜丽娘整日忧郁没过多久便离世了 临冬前杜丽娘把自己的肖像藏在河中 储托父亲将盒子埋在后花园的梅树下 后来每逢深夜后花园的梅树都会作响 仿佛少女轻盈 南安府衣游后 汤贤祖赶往位于区江畔上的南华寺 相传六祖慧能曾在东山寺听禅师讲经顿武 受了一波从此南下传法 一切有为发 如梦幻泡影 如露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六祖慧能源泄在这南华寺中 如今 想到《金刚经》中的四句节文 汤贤祖不免身会俘身 恨不得从未涉足官场 所以就有了词官归乡的心思 多年后词官 在汤贤祖多方面的成就中 以汽曲创作畏罪 其戏剧作品《还魂记》 《紫钗记》 《南科记》和《凡丹记》 合称《临川四梦》 这其中 大家所熟悉的牡丹亭 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然而 在明朝一个读书人除了走势图 哪还有其他出路 更何况汤贤祖早年就以挖鼓闻文明天下 汤贤祖的一辈子总共经历三朝 也赶上了明朝的衰落西 整个大明丧失了国家英九的生机 表面上残存着盛世留下的光景 暗地里却早已腐朽不堪 汤贤祖师成阴阳学大家罗汝方 这位人生导师赤子之心的主张影响着汤贤祖的人生观 培养了汤贤祖一辈子行文做事的格调 也造就了他一生坎坷的官图 汤贤祖十四岁成为秀才 二十一岁仲举 在仲举后曾两次参与会事 却接连两年名落孙山 此时 汤贤祖虽已挖鼓闻明天下 但是 在文风盛行的明朝学子中 并未迅速崭露头角 后来 汤贤祖进入南京国子界 就时好友江七方 此时已登戈就任宣城之间 听说汤贤祖在南京过得不如意 所以 邀请汤贤祖前往宣城散心 在宣城游完七点 汤贤祖结识了许多宣城才子 也迎来他人生最大的际遇 首辅张居正的弟弟张居先 特地登门拜访江七方 请求知县寻找一些宣城才子参加陪考 作为张居正儿子的陪训 汤贤祖被好友推荐进京 在领考的紧绕关头堂 贤祖义正言辞得拒绝了张家的邀请 并未前去拜会张居正 结果此次会是得罪了朝中大员的汤贤祖 理所当然的落榜了 近十年 张居正过世后 汤贤祖终于通过了会试 逃取了功名 正是步入仕途 耿直的汤贤祖拒绝了那个大臣的拉拢 最终 错失进入汉林院的机会 被分配到南京任太常司博士 后又展览至礼部主事 虽说 理部主事是名义上的六品馆 但却属于贤职 汤贤祖有了许多富裕的时间 这一时期的汤贤祖 将时间用在交酒 读书中 并完成了紫差纪 1591年 代州发生意象 有流星陨落 在封建社会这种现象 被解读为 上天对皇帝失去德行的警示 汤贤祖上陈的一篇论辅陈科陈书 在其中表述了当朝首府七军独揽大权的事实 可怜的汤贤祖 因为一本折子被贬为墨柳小利 在赴任的过程中一路游玩上井 借此书发满怀的欲不得志 在汤贤祖即将抵达目的地时 竟遇见了当年拒绝为其陪考的张四修 原来 此时张居正被夺视 整个张家都受到打压 原本 为张居正马首是瞻的文武百官 此时借机纷纷反过来 集体上书攻击死去的张居正 张居正的大儿子自杀 二儿子张四修则被贬流放 比汤贤祖更凄惨 汤贤祖不知以什么心情面对张四修 两位被朝廷抛弃的人不约而同地握手寒暄 此时的汤贤祖心中 一定在感叹官场的多变与无情 告别了张四修后 汤贤祖对自己扛折的前半生猛然释怀 虽说对官场已看透看破失望透顶 但是 读书人心怀仙下的抱负 仍在他骨子里流淌 1953年 出头了大半生的汤贤祖升迁 被调到岁昌县做支县 此时的汤贤祖内心波澜不惊 官场浮尘已不能使汤贤祖产生丝毫动摇 虽说岁昌县人口不多 经济不繁荣 但此时 汤贤祖一生中首次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 能够得以施展 再也没 人能够束缚他的手脚 读书人的一生 无非为天地利心 为声明利命 为往生计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但其一任五年 政绩斐然 却因压制豪强 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 终于在一千五百九十八份儿器官归礼 逐渐打消是尽之念 潜心于戏剧及时词创作 参考资料 汤贤祖与沙士比亚 纪念汤贤祖 汤贤祖作品集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